嗨,我是豆哥 農曆新年,先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 今天這一集會比較無聊 因為都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經歷 關於我跟遊戏王 但在故事開始前,先讓我感謝殺魚爸爸 Surfshark VPN 是2023BPM推薦首選 它可以解鎖網路的區域限制 讓餘餌體驗不再受限 且Surfshark支援多個設備 只需要一個訂閱,就可以在無限多個設備上使用 例如手機、平板或是PC 非常適合朋友或是一家人共用 除此之外,Surfshark同時也會阻擋惡意廣告 並且做資料加密 保護客戶的瀏覽資訊,不會被追蹤網路行徑 最重要的是 Surfshark是一家位於歐洲的網路安全公司 所以是一款非中資的BPM 因此更能夠保護個人隱私 太處暴了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可以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優惠連結 或是手動輸入優惠碼 DOW,即可享有1.7折的專屬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還可以免費獲得3個月延長使用 另外,Surfshark還提供30天的推款保證 不滿意,就可以把錢拿回來 真的很謝謝Surfshark VPN 我最早接觸遊戲王 是在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不太算萌新,因為我碰的是盜版卡 就是那種早點賣的小盒裝 一盒就30、50 那裡面張數大概就是50、100這樣 而且他們Q沒有做好 每一盒子子都還不太一樣,都稱之不齊 有的很光滑,有的很粗糙 或是那種品種牛奶 買一張盜版卡,然後還送你一瓶牛奶 算是盜版的,不過那時候也玩得很開心 因為我每次隨便打 反正動畫怎麼演的我就怎麼打 甚至還會自己拿補一些奇怪的規則 大概在小三以前都這樣 差不多是到高年級才開始玩正版 因為拿盜版會交不到朋友 他們都說我拿盜版就不要跟我打 所以我就開始買正版,開始挖鋪滿去買牌 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年紀太小 根本不知道所謂的卡店 就算知道應該也沒辦法去 反正我正版卡的來源都是Live 很神奇喔,那時候Live有賣套牌 有禮盒、鐵盒、補充包 雖然套牌也超貴 但我一直在那邊買,而且我買得很高興 那我這些是正版 那時候就是買牌,然後跟同學交流 開始學正式的規則 甚至很快樂的一段時光 升任國中後,我還是很喜歡這款遊戲 所以我就把卡片帶到學校,想找新的同學交流 但我意外的是,他們說那小孩子玩的 是很幼稚的遊戲 他們早就不玩這個 但我當下是完全無法理解 小六還在玩的東西 怎麼到國一就變成幼稚遊戲 印象深刻,那時候我還去看他的包裝 我記得那時候寫的是 四晚年齡12歲以上 所以我現在剛升國一,應該才是最適合玩的年紀 怎麼會變成幼稚 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懂 然後直到後來的某一堂課 我被老師點起來念課文 然後再說背後突然有聲音 欸武藤XX,唸一下第一段 欸對,那個XX就是我的本名 國中嘛,他會覺得很好玩 全班都在笑 我是從那時候才第一次意識到 原來我的喜好跟同才不一樣 算是有點陰影,我變得比較逃避這件事情 只要有人開到遊戲王的話題 我都會閃躲,假裝聽不懂 或是沒聽到 然後在認識新朋友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他隱藏起來 我絕對不會透露我喜歡遊戲王這件事 我覺得那時候我就是二分法 我下一次就會覺得說,人類就只有兩種 一種是喜歡遊戲王,一種是絕對喜歡幼稚 甚至是我的家人 我都會覺得他們認為遊戲王是幼稚的 所以當我在自己房間煮開的時候 只要家人從走行經過,我就會很緊張 然後用最快速度把卡片收起來 但這樣收因為就很急嘛 所以有時候會不小心弄傷卡片 後來我就乾脆用參考書 家人經過,我就直接把參考書打開,蓋著 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而且參考書下面鬥事牌 從來都沒有這麼喜歡參考書過 對我來說,這是參考書最大的價值 雖然是這樣講 但我沒有因為這樣就討厭遊戲王 我還是很喜歡這款遊戲 只是在班上找不到知音 所以我就很像發展 然後也很幸運 在隔壁班又找到過所謂的知音 大概就3到5人 所以在國中時期 跟我混的比較熟的都是隔壁班同學 但假如回到班上,我依舊是那個武藤XX 然後這個狀況到高中就好一點 因為大家要畢業了嘛 同學都換個威脾 不過其中有一位同學 這跟我同所國中生上來的 新生嘛 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約到同鄉人 再怎麼不熟 在前期應該都會混熟 然後他就直接問我說 你還有在玩遊戲王嗎 你知道 這句話有兩個意思 一種是 你還有繼續玩遊戲王嗎 另一種是 你還在玩遊戲王 喔 因為國中被同才所有之 所以我就會自動理解成後者 所以我給的答案是 喔 我沒什麼時間玩 既沒有否定 也沒有肯定 一個很安全的答案 但後來發現是我想太多了 他會這樣問我 是因為他想結束這款遊戲 太棒了 PioGate 他就是我的徒弟 然後我對徒弟也很神奇 他後來的班上是那種風雲人物 人見能愛那一種 所以我希望這款班上 變成是可以討論的玩具 很多人都迷這款遊戲 我記得下課時間 我們最後都可以看到三桌 雖然在班上混得還不錯 但我家人很不喜歡我這樣 特別是我媽 他很不喜歡我碰我遊戲王 他沒辦法理解 高中生為什麼還在玩直拍遊戲 不過那時候我比較叛逆 反正我也不是跟你玩 就隨他們唸 再來是大學時期 這個時候又不一樣了 畢竟同學要換了一批嘛 但我同學都是一間草草 聊著我不同的草牌 所以我當下有意識到 如果我拿出遊戲王 他們應該會不感興趣 甚至還有可能被歧視 所以我還是選擇把自己隱藏起來 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的興趣 我甚至還不敢參加學校的卡牌社團 而後來也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 印象深刻 也就是卡牌社辦比賽 然後接著我一間教室 那時候比賽還沒開始 所有的玩家都在左行聚集 這時候我跟同學就剛好經過 結果他們就有點不屑的說 大學還是要玩這個 然後就開始講大法師無限大 我那時候只想趕快結束這個話題 總之我大學長得很好 沒有人知道我的娛樂是遊戲王 但我大學也不是空窗四年 我就是回頭找了一間大牌的同學 我們有個小小的拘留部 在每個週末 我們可以各自買飲料 餅乾 然後群聚打牌 大學還有一件事印象很多 有一次在卡牌店聽到一位大老說 他的野狼是用卡片疊起來的 他給我很大的啟發 他就是賣卡片 之後再拿賺到錢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原來卡片可以變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就試著效仿 我就開始試著經營網拍 然後也很幸運 那時候剛好順風 露天剛好是起飛的狀態 隨便擺兜會人買 所以我就跑去找我邊的貨 然後就放好自己的賣場 對 我那時候做的就是轉賣儲 後來甚至開始叫整項的貨 那時候我媽很擔心 他一直覺得我是在賣小孩子的玩具 沒有賺頭 是不是小孩子買我我不知道 但那時候真的很好賺 而我也確實賺到一筆錢 那時候我很自豪 我每個月還拿一筆錢給媽媽 我就要讓她知道 玩卡片也是可以有一點成績 大學畢業後接著就當兵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商品都下架 因為那時候沒有所謂的休假模式 如果不下架 然後商品被下標 那真的是很麻煩 我那時候的想法比較單純 我想說學生時期都可以賺 那我退伍後稍微認真一點 應該也是可以賺不少 也因為這個想法 所以我休假的時候 還寫一套進銷孫 然後在退伍之後 我會先進職場 找了一份還算滿意的工作 就變成白天上班 然後下班就全力做網拍 但比較可惜 那時候我網拍已經殺成一片狂海 很多人都冒出來競爭 就利潤掉很多 然後加上我自己有正職 所以不管是時間或是體力 都不允許我繼續做網拍 所以我身份就變成一般的賣家 只賣二手商品 不會再進貨 也不會再隨便掃貨 然後後面就是手遊問事 我真的覺得這個改變很多 很多以前都有希望沒有興趣的同學 他們都跑來玩DL 甚至跑來敲我 欸為什麼這個不能用啊 欸為什麼不能召喚 是不是有BUG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會把手遊影片放到網路上 我就很好奇 能夠當本來沒有興趣很多坑 那這個遊戲到底有多紅 那時候流量是真的好 隨便都有個三五千 但流量起來後 就有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人會用他小時候的基地印象 去評斷遊戲王 讓神之卡最強 大馬斯無限道 可見就算DL再紅 也還是很多人不理解這個遊戲 但他們又覺得自己很了解這個遊戲 所以我就開始做科普香 我想改變他們對遊戲王的基地印象 我不求他們因為這樣而入坑 但我希望他們不要誤會這個遊戲 所以我就變成現在這個鳥漾 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玩家願意看我的影片 為什麼 這個問題我也想問 總之就是這樣 我覺得蠻有意思 在限制世界我是一個角色 但在網路上我是另外一個角色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我很享受跟觀眾互動的過程 我都覺得好好玩 不過有一些留言會一直吹捧 我是覺得這個就不用了 我跟你們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喜歡都是同一款遊戲 那這集的紮談就到這邊 2023 不管你是動畫黨 或是大佬 萌新 亦或是只是路過 我都很歡迎 即使父親 倆